花剧款有猜测是2.5亿美元,达成火箭进入太空,完成绕阅旅行,同时免费邀请6-8位艺术家同行,包括一位画家,一位音乐家,一位电影导演,一位时装设计师,激发他们的灵感。 回到地球后进行一艺术创作,听起来真的,超级有钱,超级浪漫,马瑟策近日宣布,42岁的日本企业家钱泽有作买下了人类第一次私人旅客绕月飞行的全部传票,将带着艺术家一起,于2023年听着很远其实就是5年后进行往返月球的太空旅行。 潜泽有作将这个计划成为亲爱的月亮,他表示,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就很喜欢月亮,我们都有能力去梦想我们从未梦想过的东西,去歌唱我们从未歌唱过的歌曲,去描绘我们从未发现过的画面。 我希望这次旅行能激发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梦想者,怎么这么浪漫啊?媒体都跑去挖着这位有钱大叔的个人生活,更是让人惺惺眼。 首先,跟马斯克一样白手起家,潜泽有作出生于1975年,17岁组建了一支摇滚乐队,勉强赌完了高中。 22岁时,潜泽创立了电子商务公司Start Today,之后放弃音乐,创立日本最大的时尚电商网站Lofotel。 如今他身家29亿美元,在福布斯日本富翁排行榜上排第18,才42岁,其次,是一个热爱艺术的人。 看潜泽大叔的INS,多数,照片都是不同形式的艺术品,2016年前则花了破纪录的5730万美元,买下美国艺术家巴斯奎亚特的一幅作品下图,外加其他作品。 两天时间里花掉了9800万美元,到了去年,潜泽在此上的新闻,他花了1.105亿美元,买下巴斯奎亚特的另一幅作品,并将它进行全球寻展。 第一站放在了艺术家出生的纽约布鲁克林,希望能激励和启发当地年轻人。 最后,大叔是一个很会享受生活的人,豪车名表辞人飞机什么的,总是毫不变换的筛出来。 他还收藏了数千瓶红酒,其中甚至有超过百年历史的,还能喝吗? 2012年,他和芝田玉尔、小山寄信等一起,被评为日本版机丘年度男士。 看了这些介绍,网人有一片赞誉,太有品了,太浪漫了。 看看人家的亿万富翁,再看看我们的,潜泽大叔是做在线服饰生意的吗? 很多人称呼他为日本马云,可恶丑张,这分明是一位日本马斯克吗? 两个人风格实在很像,一、都爱交往女明星,和马斯克一样,潜泽大叔和女明星的恋情,也是很有话题性的。 2015年,他交往了小自几十一岁的日本女星山荣子,演过《朝五万九》,交响情人梦,她本身是富家女,跟日本著名棒球手打笔修有结果。 他结果婚,生了两个儿子,和大叔好了减两年,还去参加他公司年会呢?媒体都说他们好事将尽,结果到了去年,他要带上两个儿子去英国念书,两人和平分手,分手后没多久。 大叔和女星夏金庆子开始约会,她当时二十五岁,被称为宅男女神。 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呢?日本八卦杂志,不二得说大叔搞了一个美女选拔,选出来的女友,到了今年四月,又换圆了。 新女友是小她十六岁的日本女星刚绿彩牙,长得很甜。 小学四年级就参加过全日本国民美少女比赛。 典型的林家小妹妹长相,输得多年从未有过绯闻。 日本《女性三文》杂志说,是因为彩牙所属的事务所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她要到二十五岁才可以自由恋爱。 所以现在二十六岁就正式恋爱了,约会日常就是豪华餐厅加豪车接送,两个人都穿得很随意。 大叔甚至穿着人自脱。 《女性三文》杂志还说,大叔和彩牙交往,后每天送她回家,十分体贴。 日本媒体甚至为妇女业,也是麻毒的。 今年七月两人去俄罗斯看世界杯,各自INS发了图,遭到彩牙本次猛烈批评,说她和有钱大叔来往,毫不在意对于个人事业的恶劣影响。 也有的说她太任性,请另外开个小号发私人照片。 就连日本主持人刚存龙时也在节目中批评彩牙,本目不想想粉丝心情。 这姑娘也是蛮当烈的,先是清空了自己INS,表示我爱发什么就发什么。 紧接着发了大叔在欣喜的照片,陪文说大叔每天都在辛苦工作,我真希望能给他多一些支持。 咋支持呢? 财牙开始在INS秀穿她,各种香奈儿爱马仕加带大叔公司的衣服,大力打扣。 再次遭到粉丝批评,不要消费自己的形象,去给男朋友做人形广告牌。 对了,几个女朋友除了长得漂亮,身高也是选货的吧。 大叔身高162,杀戎子157,夏金庆子和钢绿彩牙162,不穿高跟鞋的话就不会超过大叔2。 高效率完成反映后再计划,马斯克和第一院妻子Jestine的第一个儿子邀请后,他不想再浪费时间。 上台通过两次试管分别生了双胞胎和三胞胎,高效率都得到了五个儿子。 钱泽大叔在这方面比马斯克还要清醒,他从未结婚,和两名为公开身份的女性生了三个孩子。 他还说过绝不会结婚,不被昏依这种形式所束缚,才能自由投入到工作和恋爱中去,是很多男人向往的潇洒状态吧。 三,都爱制造热点话题,马斯克话题很足,这些人也惹出不少争议,很多人觉得他是炒作大王。 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Steve Rosnick,夏图今年就表示,马斯克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相信,钱泽也是,风格高调,容易引发争议。 比如买下棒球场改成公司的名字,计划在老家开艺术博物馆,都被认为有商业公关目的。 至于这次跟月球旅行呢? 看开大叔INS,昨天发的地球加月亮照片,就知道了,和公司的全球扩单计划息息相关。 他在陪文中表示,截至上个月公司发展,到了世界72个国家和地区,后面跟了一堆公司广告,日本经济新闻的表情很直白,钱泽有着去月球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文章分析着,在日本之外名气很小的ZoZoTang今年7月启动海外扩张,计划在2018年,实现自由品牌借务的百分之十来自海外。 今年3月前则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也说过,希望让公司成为全球领先的服饰零售商。 所以日本经济新闻的结论是,这次看起来无比浪漫的太空艺术之旅,其背后的实际目的是提高公司的海外知名度。 文章还指出,钱泽和马斯克很像,经常做出惊人举动,而如今,钱泽公司增长速度缓慢,马斯克联合创立的特斯拉财务状况恶化。 言下之意,无论是钱泽还是马斯克,都很需要这次宣传来吸引眼球,日本时报更犀利,直接说钱泽是全日本最精明的自我推销者。 要我说,钱泽也好,马斯克也好,都是有能力又梦想的成功企业家,有钱家有想象力,干啥都行。 只是,一些媒体把马斯克和钱泽的动机100%,归结于为了人类的未来,为了艺术的发展。 好像有点太过了吧,思心和伟大有时候并不矛盾,只有赚钱与浪漫两不耽误,才是有钱大叔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几枚横炮衣,爱马斯继续宣传新剧风刺,裙子分别来自季范鑫和Mark Jacobs。 二,看到新闻标题,乔阿尔文首次回应恋情,婆婆激动地点了进去,结果她告诉英国版Vlog我知道大家对这方面的事情都很感兴趣,我们一直很低调,但我更愿意聊聊工作。 四,之前属于王杜雪萨曼莎听看说,公开,表示和其他三位女主不是朋友,还抗计SJP人品,尼兰戴斯丹丹丹丹丹丹,后来贴出和SJP合影,战队的意思。 这周外美奖,夏洛特Kristin Davis,又接触老照片怀旧下图,照片里没有泛曼莎,意思也是非常明显了,遭到网友一片批评,五十多岁的人了还一个哥拉帮结派的乡中学生,五,八十岁的简方达,在纽约一个活动上坦言,自己看起来不错,是因为接受了整形手术,她说不想动脸的。 大老了之后,明明我不累,我也会看起来非常疲惫。